今天其實就要針對這個所謂懷孕過後 肚子的皮膚鬆弛要來做一個處理 那如果能夠做完整的一個大的腹部拉皮手術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這些鬆弛的皮膚全部都移除掉 可是相對的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一個 大概從側腰然後到脂骨上方 到另外一次側腰這麼大的一個傷口 那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傷口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大的傷口 而可以得到也是相當可以接受的效果的話 那其實還有新儀器可以來做幫忙 也就是所謂的超能電漿 那超能電漿的部分其實它的作用目的 就是讓我們的皮膚能夠緊實 那超能電漿主要是藉由氦氣激發電漿 那從淺層、中層、表層、深層 做一個所謂3D加熱的效果 讓皮膚更貼緊你底下組織的部分 皮膚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緊實 那我們要切除的皮膚的量是可以減少的 不要讓傷口變得那麼的大 稍微再縮小 大概在尺骨上方 這樣子的傷口 修掉一小部分的皮膚 就是我們最在意的小腹這一塊皮膚 它可以變得更少、更緊實 那整個腹部範圍的皮膚也可以得到緊實 再把因為懷孕造成的腹脂肌分離的鬆弛 做修復的部分 那整個腰身啊 整個腹部肌肉恢復的狀況 可以達到更好 那我先跟你睡一下 等皮膚之後呢 你開始會感覺會有下腹急繃啊 髒髒的感覺是正常的樣子 那睡覺後我們建議幫我躺 V字形的狀態 好 你可以床頭上多定個枕頭 前三天可以做冰膚的動作 第三天給你一個溫熱膚 這邊有給你一個冰膚帶 不管你冰膚、溫熱膚 都幫我用個毛巾稍微包一下 大家好 我叫Stephanie 我是做小腹拉加超人墊漿 已經過了一年 我宿前的時候就是小腹就很大 然後重要的就是還有好幾層的醉皮 那非常的不好看 那我現在宿後之後呢 就是這一些醉皮都已經不見 那腹部也變平坦 那整個身形是變好看很多 那現在做完手術之後 我朋友啊跟家人啊都會說 欸你的小腹怎麼都不見了 而且你現在整個小腹是平坦的 那穿衣服都變得非常好看 那做完這個手術之後啊 我真的覺得整個人就是變得自信許多 而且我每天就是喜歡找照個鏡子的時候 就會更喜歡自己的身體 因為覺得身材變得更好 那也比較敢穿一些比較緊身的衣服 或短板的衣服 那連我一直不敢穿的泳裝 我現在也可以很有自信的穿起來 教主的服務人員啊都非常的熱心 那術後呢 他們也都會很關心我的修復的進度 那另外呢 我非常推薦吳醫師 因為吳醫師他其實在宿前的時候 他就會很詳細的跟我解說 整個手術過程跟手術的效果 那術後成效我也非常滿意 那最後呢我真的非常推薦教主這間診所 我希望你每天都要著手術的 香港的水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